許甫上個禮拜不是才講嗎 說我們今天中央黨部沒有被收 柯主席的辦公室也沒有被收 我們志願把六大箱的資料交個檢調 是我們志願的 我們只有打開門 給他們看看裡面的空間 主席的辦公室 幕僚的位置這些的 上禮拜還有主席辦公室啊 這禮拜就變作沒有 我剛剛來錄影前想了很久 想說怎麼達成這個 後來我想通了 因為昨天主席請假了 裡面沒有主席辦公室 也太現實了吧 這麼火速啊 黃國昌講的這些我都懷疑 他是昨天還加入民眾黨還是怎麼樣 都沒有在follow他先前的那些 他們那些黨的說詞 柯文哲是全部的一開口面對媒體 那是檢調給他禮遇 我覺得是禮遇 不然他不可能給他在聽說前面來講 結果一張口又在胡說八道 他胡扯 我覺得他真的對於他的 現在一直支持他的這些純白色的被他一直洗腦的小草 他的這些小草的群組裡面洗腦到什麼 洗腦到說你看要上街 然後要發聲 不能讓賴清德追殺令人憤慨 整把火起來了 黨部一定要怎麼樣 不能讓這個青鳥在那邊猖狂 還要號召大家 這種些訴求出來 你把這些相信金正智追隨你的人 洗腦城變成這個樣子 洗腦城變成了是非不分盲目的繼續挺你 挺到說你本來選舉會負債 現在選完之後不但沒有負債還賺了一棟4300萬的商辦 這種也挺得下去 我也不知道今天他們出來開記者會 我看幾個人臉上還掛著笑容 網友都有截圖說為什麼他們那麼開心 嘴角失守為什麼 我也不懂為什麼 明明這些事情是見笑待 對於新政治來說這也見笑待 你們還在那邊說 這個緊急要應變 請檢調不要作秀 那未來黃國昌你還要打著什麼旗號 在立法院裡面什麼追什麼貪腐 你還要追什麼貪腐 如果連你身邊這麼明顯的 金流上面的漏洞 報假帳這些 你都可以一聲不吭 還要全黨挺一人 說要堅持柯文哲是清白 那未來你已經沒有任何的道德正當性 再繼續扛新政治的大棋子 晚上的接近九點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現場 其實可以說是萬人響應 但是無人到場 就連網紅四叉貓 現在也是來到了現場 他表示今天就是要來見證歷史的時刻 可以看到網紅四叉貓現在就在這個地方 但是現在面對這些小草的號召 因為他們呼籲是說 就是要集結萬人 來到這邊來替柯文哲號召 但是現在現場狀況好像不是這樣對不對 因為這樣子 就是前幾天那個館長他在直播中講說 要是那個柯文哲被羈押的話 他號召百萬小草包圍法院嘛 那結果就是真的發生這件事之後呢 大家都很期待說 館長趕快 趕快你前幾天說的話 你要不要號召百萬小草 可是就在剛剛最新的直播 館長說他已經不記得有這件事了 就是甩鍋掉了甩鍋掉了 對所以現在看起來是沒有人要號召小草們來 那我就來看看熱鬧嘛 我看看是不是真的有支持者來這邊現場支持那個貪污犯啊 可不能這樣因為這樣不能亂猜啦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太太管錢的可能有關吧 不知道 我來看熱鬧的啊 不要拍我不要拍我 謝謝 謝謝 謝謝四超貓 因為現場呢其實真的是聚集非常多 不管是小草或者是一些要來看熱鬧的民眾 都非常好奇今天柯文哲以及彭震生 甚至是他們的太太們 今天到底會不會被做一些強制處分 甚至是被強制交保 或者是說有可能被羈押呢 我們都會在現場持續為你做掌握 以上最新的直播 哇 今天貓貓也有點忙耶 因為白天不是也看到他這樣 拍一大早就在那邊 在那邊派一個盛況空前 然後原來晚上他又去北檢附近 也去到一個熱鬧啦 那但是我請教阿苗是這樣 剛剛其實十七姐有特別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他們今天不是成立 民眾黨因為因應黨主席遇到這個狀況 雖然說是請假中的黨主席 可是他們說他們要成立一個 中央緊急應變小組嘛 然後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說 好 我就跟你說 我們當部沒有黨主席的辦公室 怎麼偏偏檢調要收到那邊去 所以他才講說 進行摸索式的收證 一般中央黨部都會有黨主席辦公室 一定會有 一定有的 你們家的沒有誰會知道 一定會有 所以這個感覺上也是 就是說我當下我要去了解 我不能夠看嗎 但是他們現在就是用一個 政治性的動作來講說 你怎麼可以 我跟你講沒有 你還要收進來 就用這樣一個態度 那我等一下再補充請教有關於這個 印小威議員呢 4500萬 後來數字更正 是4740萬這些相關 我先請教你 民眾黨這些政治動作你會怎麼看 今天民眾黨成立這個應變小組 我一開始聽他們記者會的時候想說 喔 講得好直接喔 硬要變 硬要說就對了 硬要變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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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變不是硬拗啊 緊急硬變啦 這個緊急硬變小組呢 我有看他的聲明喔 就是剛才這個時期秀的這一張喔 那張聲明喔 非常有趣啊 因為他完全是柯文哲的精髓在裡面 柯文哲的精髓是什麼呢 包牌 他則這個聲明他也包牌喔 你看很厲害喔 他說喔 首先請問一下 簡連大動作的具體事證在哪裡 對不對 這個今天柯文哲一出來的時候 他就有講 你們要說 到底為什麼具體證據在哪裡 然後呢 黃國昌也講說 有什麼具體事證 他說具體事證在哪裡 但是你看他下面第四點 本黨呼籲 謹守 偵查不公開原則 那你又要叫人家公布具體事證 你又要跟他公開 才一二三四點就可以包牌 果然是這個同樣柯P風格 完全在裡面 可是他每一個人寫一點 然後彼此沒有對 沒有對稿是不是 然後這樣子包牌包好 不是那個如果是他們在那個 就是約談的時候就包起來了 不是包牌就包起來了 因為你說你的 他說你的都從不起來嘛 所以才會問那麼久嗎 我們現在在直播的時候 為什麼問那麼久 其實大家在講說是不是柯文哲繞來繞去 我倒覺得不一定啦 他案子真的太多了啦 政治獻金就一個案子嘛 對不對 木可公私金流是一個案子嘛 對 他那四千三百萬的錢哪來 又是一個案子嘛 金華城也是一個案子嘛 搞不好中小平就告了那個四北科 也順便問一問嘛 還有漁火市場啊 你知道這個全部問下來 那也難怪要問那麼久 因為再加上他有時候 經常會說我不知道 他從潘古開天避地 從他當外科醫生的時候 開始講起 這些時間很長對不對 那所以在這過程當中 我覺得啦 我們倒是來釐清一下 一些基本的觀念啦 包括說他們今天講搜索 說我們這裡沒有黨主席辦公室 你怎麼可以搜 我先跟各位講 什麼叫搜索 搜索不需要你的同意啦 如果搜索需要你的同意 那叫什麼 那叫到你家裡來拜訪 送禮物給你 來拜訪你跟朋友聊天 專訪 那叫專訪 就像監聽一樣嘛 你說監聽需要你同意嗎 監聽需要你同意 那叫做熱線聊天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他們今天 我不知道為什麼黃國昌 他是有法學專業知識的人 還有黃珊珊 黃珊珊停權中 他可能沒跟黃國昌講 搜索不需要當事人同意啦 那你今天又講說沒有主席辦公室在裡面 奇怪了 許甫上個禮拜不是才講嗎 說我們今天中央黨部沒有被收 柯主席的辦公室也沒有被收 我們自願把六大箱的資料交個檢調 是我們自願的 我們只有打開門 給他們看看裡面的空間 主席的辦公室 幕僚的位置 這些的 上禮拜還有主席辦公室啊 這禮拜六變座沒有 我剛剛來錄影前想了很久 想說怎麼達成這個 後來想啊 我想通了 因為昨天主席請假了 所以其實 沒辦公室 裡面沒有主席辦公室 也太現實了吧 這麼好處啊 黃國昌講的這一些 我都懷疑啦 他是昨天還加入民眾黨還是怎麼樣呢 都沒有在follow他先前的那些 他們那些黨的說詞對不對 然後這個柯文哲今天一出來 他也講一句 我也覺得很訝異啊 那個媒體報導說 柯文哲跟這個簡聯 可能有點不高興 有點情緒 說你們這樣子 晚上會有政治風暴對不對 我就在等啊 我怕政治風暴真的來啊 等到現在 8點52分 還好還沒來 一切都蠻平靜的 這個社會平靜這樣很好 可是他講說 這是史上第一個 主要在野黨被搜索 我覺得不太對 因為黃國昌又沒告訴他 黃國昌也沒告訴他說 黃國昌實質控制時代力量時期 對 那個時候是虛偽黨主席 對 虛偽主席 黃國昌還在時代力量的時候 徐永明黨主席就被搜索 對 所以其實問題是黃國昌 你怎麼沒告訴柯P說 你在哪一個黨 那個黨黨主席會被搜索 這很嚴重對不對 那個國昌沒有跟 這比那個某個人握手那個還嚴重 中獎率百分吧 目前黃國昌命中率百分之百 對 中獎 我實際上想了 幫他們想了 其實他們達成一個史上第一 史上第一個 國內主要政黨 所有地方行政首長通通涉灘的紀錄 就是他們 金門不是陳福海 射灘嘛 新竹高雄安也射灘嘛 前台北市長柯文哲也射灘嘛 他們推出掛保證選上的地方首長通通會射灘 而且他們的黨主席也射灘 所以這是一個紀錄 這才是今天真正的紀錄 史上第一個被搜索的在野黨 那個不是紀錄 所以今天你看 柯文哲是全部的一開口面對媒體 那是檢調給他禮遇 我覺得是禮遇 不然他不可能給他在 不會讓他罰也講 對 結果一張口又在胡說八道 他胡扯 我覺得他真的對於他的 現在一直支持他的這些純白色的 被他一直洗腦的小草 真的很愧對他們 過去大家想說是不是割草割韭菜 現在已經進到剝皮的程度了 還要繼續說什麼 大家請繼續支持柯文哲 因為柯文哲是改革的火苗 不能熄滅 是這個新政治的種子 我覺得他其實是徹底 在這十年間 從太陽花到現在 柯文哲是徹底做劍新政治的人 還把他的這些小草的群組裡面 洗腦到什麼 洗腦到說你看要上街 要發聲 不能讓賴清德追殺 令人憤慨 整把火起來了 黨部一定要怎麼樣 不能讓這個青鳥在那邊猖狂 還要號召大家 這種些訴求出來 你把這些相信新政治追隨你的人 洗腦成變成這個樣子 洗腦成變成了是非不分 盲目的繼續挺你 挺到說你本來選舉會負債 現在選完之後不但沒有負債 還賺了一棟4300萬的商辦 這種也挺得下去 我也不知道今天他們出來開記者會 我看幾個人臉上還掛著笑容 網友都有截圖說 為什麼他們那麼開心 嘴角失守 為什麼 我也不懂為什麼 明明這些事情是賢笑台 對於新政治來說這也賢笑台 你們還在那邊說 這個緊急要應變 請檢調不要作秀 那未來黃國昌你還要打著什麼旗號 在立法院裡面追什麼貪腐 你還要追什麼貪腐 如果連你身邊這麼明顯的 金流上面的漏洞 報假帳這些 你都可以一聲不吭 還要全黨挺一人說 要堅持柯文哲是清白 那未來你已經沒有任何的道德正當性 再繼續扛新政治的大棋子 阿倫 阿倫 你整理它 你不還是要 那麼一個人 那麼一個人 已經解決了 可以